这是我第三次战场国际盛典的舞台了 我记得2012年是我的第一部电视剧在安徽卫视播出的 我觉得应该算安徽卫视是一路见证了我的成长吧 《山岳不知心理事》其实是我本来就很喜欢的一个小说 所以能够有机会去诠释自己喜欢的人 我觉得是作为演员来说是非常幸运且幸福的一件事情 所以特别的感谢于川导演 也感谢贾世凯先生能够促成这个机会 让我陪伴向前这个人物一路成长 特别要感谢安徽卫视 感谢国际盛典给我这个荣誉 对我来说即使认可也是鞭策 我会继续挑战自己给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作品 谢谢